打开你就会知道你是哪里卡 你哪里需要加强 那所以很明显的 我这台电脑 笔电已经不太够 这个远距交多媒体课的一个需求 然后记忆体可能也16G 我还是不够大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WiFi就是手机的信号的问题 我们家是台湾之心 所以就比较差一点 速度比较慢一点 好 那所以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可以判断 那我们给各位一分钟 你看一下 在你的工作列 工作列上面按右键 然后有个工作管理员 那你可以去检视一下 你的那个工作系统的负荷 那以免等一下 等一下有的人在跑那个OBS 或跑那个剪印的时候 他如果等级太差 电脑不让你 不让你做剪片的动作的话 或者是说会很当 那你就要考虑换电脑了 那不过我们今天挑的这个 剪印的部分 好还是有点卡顿 应该真的是刚刚那个地震的影响 网路不太顺畅 好那没关系 那个我们就还是继续 那如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都会在那个讯息列 或者直接开麦 来直接说会比较快 好那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课程 那昨天有提到那个 设备的部分 那我今天用的设备 今天用的设备是德普森 今天用的设备是德普森的麦克风 昨天用的是BM66 那各位可以听一下那个声音的差别 昨天用的是这一支 BM66 那这个是淘宝掏回来的价格 大约770 含运费 然后今天用的是这一个德普森 A8还A9 A9 好那这支比这支贵两百块 但是声音很漂亮 声音很漂亮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比昨天差一点 那是因为我昨天 可能嗓子已经有点哑了 好 那不过应该基本上声音还蛮 我自己听我觉得 我那个线上录影听完之后 我觉得效果很不错 效果很不错 各位可以参考 如果你自己会淘宝的话 自己淘 其实很便宜 那个资讯设备台湾 在台湾买 都是盘子 几乎都是盘子 好 那这是给各位参考 那如果你爱买国产货的话 圆钢 这支不错 圆钢这支不错 那个iPad他简映他好像有另外一个名称的APP 你可能要Google一下那个名称我忘记了 他不叫简映 不叫简映 所以APP也有 那个安卓端也有 所以你们先把软体处理一下 那我一边就先跟各位讲一下那个设备的一些状况 好 那所以像 像那个这一支 昨天那支BM66他这里有一个 这个按钮是一个自动降噪 就是硬体 它是放在硬体里面的 那所以他开了这个钮之后 会 麦克风就可以处理自动降噪的部分 会把那个环境噪音给减掉 那可是那个 我发现他开了自动降噪之后 他的声音会比较扁平 会比较扁平 所以声音会比较没那么好听 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 就是没有用他的自动降噪功能 因为现在的MIT 还有那个OBS 他自己本身都有 都有外挂 都有外挂 那所以他们的外挂就有这些降噪的功能 有降噪的功能 那所以我就不太需要 各位其实就不太需要再去买一个 有带自动降噪功能的麦克风 因为那种自动降噪功能的AI麦克风都会贵很多 都会贵很多 当然这个淘宝货是例外了 例外 好 那所以这个是麦克风的部分 那另外那个 所以我会建议你 那个电容式麦克风 声音最漂亮 那因为所有的线上课程 包括那个录影的部分 我都一直觉得 就是麦克风的声音是最重要的 那个 因为小朋友在远端听你的声音 如果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其实上课就会不专心 所以我一直认为麦克风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那个滤镜的部分 就是都有 都有 所以画面雾雾的 这没办法 这网路品质很差 好 那个因为我现在整个网路很卡顿 应该是那个地震的关系 所以我网路品质下降 你的我们的那个MIT的影像 跟声音的品质也会下降 因为我是直接分享画面的 所以应该是我去 不是因为我的东西糊 是因为网路品质传输的问题 好 所以这个就 我尽量把它放大 好不好 我尽量把它放大 平板不会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我直觉 直觉就是网路品质的问题 好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试着去调一下那个 强迫它的影像传输品质 把它强迫到到720看看 好 那所以现在应该是看得到字了 那个各位老师你的 你下载的讲义里面也有 有那个 请你开那个 1110723的那一份 线上课程 简报上网制作那一份 那一份就是现在我讲的这一份 因为昨天有一些小修改 有一些小修改 好 那个没有办法 那个地震的关系 网路品质非常的差 所以整个不但卡顿 而且那个显 解析度就整个降低了 这个是MIT的机制 好 那第二个 除了麦克风之外 我们的影像输入 那一般如果你是用笔电的话 你就会有 就会内建webcam 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在于你 如果要 就是要在桌面操作 比如说你 你直接用一张纸笔 你操作给学生看 在家里没有黑板 所以你不能照黑板 那所以你只能照你桌面的纸笔 那这时候你就会需要那个 食物投影机 就小型的 携带型的食物投影机 不好意思 那个 因为网路真的 因为我的MIT真的很卡 所以我每点一个按钮 都要等好几秒 谢谢张老师帮我 传那个位置给李老师 李老师谢谢 谢谢帮忙 那个大家就自助一下 自助一下 因为这网路品质真的是很糟糕 好 那 所以等一下 万一 等一下万一我们中途断线 那就请各位再重新再连上来 我也会重新再连上来 刚那个震度不知道是多少 好 那 所以那个食物投影机 一般如果我们就是没有另外买的话 最便宜的方式就是你的手机加懒人夹 手机加懒人夹夹起来就可以弯曲任何角度 但是因为手机常要接电话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会去买一个webcam 那个webcam你买如果你是非科技客 你买那个720解析度就可以了 720P解析度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那个科技客 你常常要把一些零件接线要看得很清楚 那我会建议你就是至少买1080 1080P的 那这个在操作小朋友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好 那现在网路上跟那个社群里面 其实跟我们实用上的经验 最建议各位就是这两 这两支 一个是IPEVO的V4K 然后另外一个是解答的U4037 这一支是好像感觉是女生专属的 那个粉红色玫瑰金 非常的漂亮 好 老师 请问懒人夹是什么 蛤 请问懒人夹是什么 懒人夹是 就是那个有铁管然后上面有一个夹子 然后可以夹在桌子或夹在哪里 然后把你的手机夹在上面 你可以弯曲任何角度 那个叫懒人夹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夹 以前那个学生时代书桌旁边夹那个灯泡的 那个东西 那个其实就蛮好用的 它可以取代那个食物投影机 你就一般的webcam就可以使用 或者是手机夹上去也可以 好 那这个是没钱的选择 因为政府不一定 把钱都投在教育上 不一定每个老师都会发一个 不太可能 那如果你是有钱的 那至少我觉得这两支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不管是上实体 是请说 那个粉黄色的 就是这两支都一样吗 这两支的长相不一样 但是功能都差不多 功能都差不多 都是折叠式的 又好携带 然后又可以弯曲任何角度 然后那些解析度 还有那种放大缩小 都类似 都有 那两个好像 是4K的解析度 这个好像也是4K的 我不太清楚 这支我没有 反正最少都 那这样子就绝对是够用 老师刚才你说反正最少怎么样 那一句话 好像网路不太清楚 再说一次 最少要1080P 解析度 就是HD HD HD解析度 这样子的话你的任何状况应该都可以应付 那我们现在的课程上面 现在一般的线上课程录我们也都是录1080P的 尤其是那个科技类 因为科技类很多 很多那个软体的操作需要看到那个按钮上面的字 所以如果你用那个MIT的录影 MIT的录影它的解析度只有720 它就会看不清楚那些字 看不清楚那些字 IP EVOV4K哪一场演习 这个不用特别办演习吧 这个就一般的实物投影机 那个我开一下我的画面给各位看一下 它长相是这样 这个不是V4K 这个是V4K的前身 它只有HD的解析度 但是长相差不多啦 V4K的解析度比较高 大概在3000块左右 然后那个他有时候老师会有那个团购架在 布兰克社群 然后其实他们公司很佛心啦 如果你是偏箱老师 他们每一年固定会有一些数量 会有一些数量是提供给那个 偏箱老师直接申请 然后不用钱他们会送 但是就是要去问那个专案经理 那他们非常佛心对老师很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用的感觉非常好用 这用了好多年了 然后那个 他其实不只用来投影 那个老师他他他有带软体 他软体也可以做录影 也可以做那个那个叫做缩时录影 还有那个慢动作等等 那个只要下载他的软体就可以用 那我们那个资料夹里面有V4K的软体 好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就是一般我们像以前我们上自然课 我会用那个 用那个单眼相机直接接投影机 我们上自然课的时候要看毛细现象 看那个很小很小的东西 我这样直接接小朋友看得很清楚 现在你V4K或者是那个U403C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后平常我们在平常我们在上 就是如果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懂科技的老师 老师你的声音好小声哦 好奇怪哦 好 我先把那个大家静音哦 因为可能有干扰 你需要你再开了 所以对应该是你的问题 因为大家的声音都很正常 大家都回应他的声音很正常哦 好 那所以你的那边的网路或者你的耳机 可能就是有点状况这样 或者是网路不正常 我再猜应该是网路 应该是网路 你再等一下看看 现在网路有稍微正常一点 所以我的浏览器变顺了 我那个MIT也稍微比较顺一点 所以可能那个地震的状况慢慢在克服 好 那就是说刚 如果你是一个 就是你觉得 你不太会使用太多的科技产品 然后可是远距时代又需要远距教学 对不对 学校强迫 那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准备一台这个 然后直接照黑板 直接照着黑板 就这样直接你放这个角度 然后放在桌上直接照着黑板 那你就可以在 在学校就跟上课一样操作就好了 因为你是直接照黑板 所以学生看得到你上课写黑板的状况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如果你在家里没有黑板的时候呢 就照桌面 就这样照着桌面 转转转那个角度 照着桌面 你就可以拿那个纸笔在桌上直接书写 就把它当你的黑板 所以你就不需要什么 又要用什么设备 又要什么软体去搞一些 有的没有的 这是最传统最简单的方式 好 好 好 那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对那个Alan老师 贾老师他用了好几年了 2400块那时候 好所以我这一支应该跟你那一支是同年带的 好 老师所以失误投影机竟然也可以照黑板 这样会 他可以 他很广角吗 所以都收得进去吗 还 如果 我不知道 他是有广角的 但是角度多大 你要去看一下他网页上的数据 那反正如果 如果说 如果说你觉得那个角度太窄 你就把它往后再放一排就好了 这样子是最简单上远距课的方式 所以我们去上就是去教老师们远距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教一定是用这种模式 因为这种模式最简单 好 那接下来 那个左右相反的影像 那个MIT MIT有一个外挂 他可以解决那个左右相反的影像 你Google一下就有了 我另外一个账号那边有装 这个GoEDU这边没有装 那 那不过我们今天 因为我要先讲今天的重点 所以那个跟今天重点没有关的 我会等一下稍晚一点再讲 好 所以那个镜像的问题 你就是下载外挂就好了 Google的外挂 那下载那个外挂之后 他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镜像的一个设定按钮 所以如果学生 学生拿他的答案给你看的时候 学生在展示他的答案给老师看的时候 你如果原先没有设定 他看起来会是相反 对不对 如果你把左上角那个开关把它打开 那个镜像的功能 他就会生效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那个使用软体的话 像我们那个 V4K他本身附挂的软体 我开一下给各位看 他这边本身就有镜像的功能 他这边本身会有一个旋转镜射的功能 所以你也不用怕 我再分享一下我的画 好 我重新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好 所以这边呢 你也不用怕说你的那个 好 现在应该正常了 好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IPO的软体 所以我们在上面操作的时候呢 这边其实是你可以选择你的相机 那他不挑 就是你的webcam或者是任何一家买的 应该他都可以用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懒人夹 直接夹webcam 然后就是你可以放任何角度 那你直接 放纸张在这边 然后手在这边写就好了 那如果 如果他的影像是翻转的 那你直接在这边做那个镜像翻转 这边有一个镜射 所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机器 是IPO 是IPO 对对对 IPO 所以他有提供这些很多的功能 然后 然后那个他这边也有照相 也有录影 然后也有那个注解 注解这边 还可以还可以写字 说明 好 那所以这个是他的附的软体 他的网路网页上就可以下载 就可以下载 好 那所以还不错用了 他也不挑机器 所以你任何一家那个厂商的机器 应该也都可以用 好 所以这是食物投影机 在这个时代的确是应该是必备的 好 那 他的这个软体 我把下载的连结直接贴给各位好了 好 这个是他的那个下载的软体的连结 那各位可以玩玩看 还不错 很好用 尤其是我们那个教实际操作课的时候 要看到你的手部动作 要看到那个零件 要看到你的接线等等 甚至你生物自然课生物课 要看解剖什么 他都非常清楚 然后有手动对焦 有自动对焦 然后你的电脑没有那个webcam 可以meet的时候 他也可以直接照 也可以直接照 照你的脸 就可以直接meet了 所以会议什么都很好用 好 那最后呢 设备上有一些辅助的东西 比如说 如果你经常要做那个手写 就是你常要在上面直接解题 那除了刚刚那一个方案 就是在纸上面直接写 用webcam照之外 你其实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用手写笔 或触控触控荧幕或触控板 触控板 好 那 感谢老师帮忙管理 我把全部设为静音 那各位就是麻烦一下 你问答完毕之后 自己的麦克风要关一下 以免大家会听到一些杂音 好 好 所以这个是设备的状况 所以跟之前我们一般电脑老师 就是非电脑老师的 一般老师在以前其实是没有在用这些设备了 但是因为在远距时代 你可能就会需要用这些设备 来辅助你那个MIT去上课 去上课 好